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同样我们也会送出这场电影的全国通队圈 要获得办法也是非常简单 只要你在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是官方微信 说出你对新爷的最深刻的印象 就有机会拿到这张全国通队圈了 是的 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看一看 在娱乐圈当中的很多男性 没有想到他们都是很爱老婆 怕老婆都很像 老婆奴不敢要零花钱 朱亚文自爆家里老婆说了算 电视剧飘洋过海来看你 昨天在上海开放媒体探班 导演陈明璋携主演朱亚文 王立坤 杨公如 温必侠等现身片场 他们当天片场布置成了婚礼现场 朱亚文一身西装帅气得体 王立坤则身穿婚纱 惊艳两相 只是在这数九寒冬的冷风里 还真是美丽动人的直哆嗦呀 而在2015年里 朱亚文不仅在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 与马依丽上演劲爆的大尺度戏码 获得了《行走的荷尔蒙》称号 更是在电影《我是真人》中将变态帅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知道这次在戏中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这次是个什么样的 叫呆蒙乖吧 这次 上一期在北上广里面 就是一期那么大 这部戏 这部戏我把衣服都穿回来了 《行走的荷尔蒙》这次竟然要挑战呆蒙乖 看着眼前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还真是想象不出他可爱的样子的 小北想问 在戏中形象百变的朱雅文 生活力又是什么风格呢 你演的可能比较是老婆做的份在家里的事情 当然 必须老婆做的份 对 零花钱什么之类的 零花钱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零花钱 小北平 雅文哥是好男人啊 老婆奴不敢要零花钱 陈小春家中财政大全交给硬财儿 是陈小春的一众好友线上生意节目 陈小春 奢士曼等明星前来捧场 现场一片新光异 其实陈小春也曾投资过不少生意 不过吃了亏之后 陈小春如今对做生意有些后怕 做生意 我也研究过很多次 但是我还是不太懂他们的做生意 一些人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生意对我来讲是 我说小春哥 你这么迷惑还是把财政交给老婆硬财儿吧 要零用钱再向老婆要呗 零用钱 不用了 我不需要零用 听投资过 他就又叫我不投资 叫我不要 结果我又投资 到最后 结果就 好 晕笑人善 随便评 听老婆的没有错 乐凡天总和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曹格 不会吧 这个曹格又有新闻爆声 难道又闹事又打架了 你都不能希望人家好点 假如说曹格这一次呢 做这件事情让我有点不解 他是说呢 他要给老婆去求婚 然后呢 就在那个贵的那说什么 这么多年辛苦了什么 我租了很多措施什么的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有必要吗 结婚那么多年 现在有一儿一女 已经很幸福了 还干嘛要做这些事情呢 谷主播这你就不理解 你知道吗 其实在去年时候呢 曹格有跟我聊过 他2016年最大的心愿呢 就是为老婆来补办这一场婚礼 因为以前他们没有举行过这个婚礼 你知道吗 但我真的还是觉得多余的 因为在我看来 我觉得两个人感情好的话 每天就像情人节 每天就像初恋 是一样的感觉 但是说到初恋呢 娱乐圈很多明星的初恋 又被翻出来咯 从上周开始 黄小明初恋 就成为了热闹话题 咦 咱们的教主初恋 不是赵威吗 难道这还另有奇人了 而已经结婚的黄教主 突然被翻出初恋 这是唱哪出啊 不过要说黄小明初恋 这件事还真有意思 仍然黄小明 近期参加真人秀节目 与黄妈妈一起回青岛录影时 巧遇初恋 本职的教主一时激动 便鼓入了心声 印象最深的是她 是因为 其实我最想见的是她 挺好看 挺好看 已婚的黄小明 此凡大动作 吓到影片网友 纷纷在微博上 快来管管你老公啊 此后便有消息称 黄教主与初恋 过于亲密 任何的美秘 节目主迫于压力 全程将黄小明口中 这位美丽的初恋 打上马克克 哈喽 哎呀 我变话了吗 我变话了吗 变得太多 不然 太胖了 没没没 还行还行 还能解释吗 模样还是那个模样 还能认得出来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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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胖了 就是胖了 红楼就没见了 不要这么直接嘛 网友表示 画面像雾像风又像雨 也只能稍微感受到 这位初恋的战斗力 有点像我 哎一点看不出来了 你知道 成这个样子了 真像那个样子 那么胖了 怎么 没想到故事后面还有彩蛋 初恋到黄小明家中做客 与黄妈妈三人聊起了儿时往事 根据剧情需要 聊着聊着 黄小明初恋就揭开神秘面杂了 看看咱教主上手就捏鼻子 完全藏不住笑得好心情 看来少年时纯真的恋情 确实让教主很难忘 而说到初恋 这个词可能会勾起很多人美好的回忆 娱乐圈中的大明星们也不例外 酸酸甜甜甜的初恋 是很多人青春岁月里难忘的一种滋味 初恋是特别让人吃的 非常美好的一种事情 当时候不敢让我妈妈知道 然后一放学就跟当时候的初恋 的女朋友就是放那个广场 在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 第一个甜蜜时刻 应该是第一次被男朋友牵起了手的那一刻 初恋的那些小甜蜜 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会让人脸红心跳啊 大大咧咧的Ella初恋更是甜到不可思议 写了一千遍了我的名字 然后还写我爱你 然后写中文 然后因为我想说我要回应他 我也要写他一千遍的名字 有的人初恋得偿所愿 而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咯 按理说 赵薇的相貌算得上美人一美 想来在感情上应该没啥活着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 赵薇的初恋竟然是单恋 我也是比较勇往直前的那一种 就是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那种爱慕的感觉 但因为这个条件 还有因为这个 各方面的 人家不太不喜欢我 初恋碰到一鼻子灰的 又何止赵薇一个人啊 过去大家印象里 小松老师是一头长发 底盘稳重的艺术家 可如今高小松接地气了 借着几档节目收割少女心 小松老师导致导致形象少发点自拍 恐怕也会紧身型男行列 于是这样 当年那个同桌的你就不会错过了 现在也没有手机 什么都没有 电话也没有 只有去敲门 然后说 我们谈恋爱吧 他说 好啊 等我爸回来我问我爸 于是我们俩就 一句话都没说 那时候站在他们家旁边的渔团 湖边站了 梁老师 一直等着他爸回来 然后他说 我进去问我爸 进去以后出来说 我爸说了 你再来就打断几档 就是 我的初恋都只有两个小时 初恋的租位有千百种 但故事发生的时候 大家年纪都还小 谈个恋爱啥的 难免会被家长叮烧 说到这事啊 咱们的偶像剧女王 陈乔恩也有一肚子苦水 人家都已经热恋 都几百回了 因为我才开始初恋 我爸以前我只要七点 没有到家 不管我在哪里 他都会开车 把我救回家 好像很丢脸 陈乔恩演过无数偶像剧 而真正属于他的初恋 却在二十岁的时候 被严慕无情扼杀 看到这里小编只想说 初恋注意防火防盗 防老爸 这房间总可报道 看完这个一段初恋之后呢 感觉还心里甜滋滋 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你看郭主播 我们俩搭到那么多年了 彼此了解 但是好像你初恋是几岁 真的没告诉过我 我不敢告诉你啊 我初恋的那个对象 其实是我的暗恋对象 我到现在都不敢再讲 那你看都快过年了 不要把这个事憋到过年 快点告诉我好吗 你确定啊 真的 你要能兜得住 就是你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这我当然兜得住了 好好说 这个初恋年纪是几岁了 初恋二十出头吧 说真的吗 真的二十出头 那你还真的蛮早的 比我早很多年 你不要告诉我 你现在还没有初恋 好不好 这是事实啊 而且关键 我觉得原因不是我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一直以来 我父母对我管 这样实在太严了 比如说有什么 女孩子打电话给我 或给我留言 他们都通通拒绝 这是你未来想当的爸爸吗 我记得你爸妈 好像是特别特别开明的 可不是这样子吗 不要说成了好吗 而且真的 跟我讲的这个 父母亲 确实对待孩子 有很长的保护 马上就来看看 这些新爸们 对孩子来说 那就是一道墙啊 看一下 在这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明星艺人们 每个靠谱的 公关团队怎么行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在娱乐圈中 就有这么一群明星的老爸 他们竟亲自上阵 为孩子做起了公关 娱乐圈爸爸 公关天团出动之黄紫桃 要说起娱乐圈的爸爸 公关天团 暂时少不了 黄紫桃的父亲黄中东了 无论是在生活上 还是事业上 黄爸爸对儿子的事 可谓是事无巨细 统统包揽 就是担心他不会做饭 别把孩子饿走 光去买饭吃也不行的 爸爸 怎么了 不会建议我 自打黄紫桃退出 XO回国发展后 他的个人事业 就由父亲黄中东 全权负责 上周末 一则黄中东的专访瞬间 登上了热门话题 老爸在专访中 那今世骇俗的语言 也着实令小伙伴们 惊掉了下巴 在专访中 黄爸爸先是各种 自爆身家 花式炫富 什么四五套房子 200多亿资产 富豪榜第七名等等 我没想到 原来屋里头头 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而黄爸爸当了商界传奇还不够 如今为了儿子 还跨界做起了明星公关 对此他说道 你今天见到我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很多事都是我亲密亲为 方方面面的事 要说黄爸爸这个公关 做的还真是挺像回事 除了负责黄紫桃的各种演绎事物 做粉丝管理之外 就连公关稿都是由黄爸爸亲自撰写 他刚回来 好多事情他们可能无从下手的时候 我什么都干涉的 伦敦石中州的文案都是我亲自写的 虽然黄爸爸对儿子的事业尽心尽力 但似乎是越帮越忙的节奏 但访问中黄爸爸说 自己为了儿子花了五年考了医师资格证 除了临床资格差三分 其他都考出来了 而这一点却被网友们质疑其真实性 职业医师考试内容 只有一个理论成绩一个操作成绩 似乎也没有临床经验分数呀 这黄爸爸原本是想为儿子神助攻一次 不过最后却妥妥成了神捕刀 哎呀我说黄爸爸 儿子如今已经不朝黑的了 咱们能别再添堵了吗 娱乐圈爸爸公关天团出动职蒋敬夫 与黄紫桃的爸爸 霸道总裁室公关方式不同 蒋敬夫爸爸在儿子面对危机时 采用的则是老实芭蕭的诉苦事 自从出演了薛圆剑之天之恒的 陈敬愁一绝后 凭借着帅气的面庞和独有的气质 瞬间走红 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情你要说出去 我再把你 你放心吧 这种事情我才不会说出去呢 才到人红事倍多 自到去年9月起 蒋敬夫与唐人间的解约风波 一直闹得沸沸扬扬 至于分手原因 则是双方各自一词 叫人琢磨不透 快乐默一向低调的蒋敬夫父亲蒋春莱 居然开微博发长文痛斥唐人 这这这小编还真是看不懂了呢 在公开信中 蒋爸爸这样说道 蒋敬夫与公司的矛盾 从发酵到爆发时间长达两年多 我一直在沟通协调 责骂自己的小孩 要求他宽容大度 但随着对真相的了解和事态的发展 我选择支持孩子与唐人间约 光是发生支持儿子还不够 蒋爸爸还一一列举了唐人欺压蒋敬夫的六个理由 替儿子抱不平 唐人苛扣蒋敬夫编酬收入155万元 压榨一人多次无理由推掉蒋敬夫工作 伪造合同抹黑蒋敬夫 并四处缴关系 企图封杀蒋敬夫 双方信任瓦解 唐人混淆视频 干预司法 而对此 唐人影视发表声明表示 蒋春莱先生 微博诸多说法 纯属一家之谈 与客观事实不符 事情发展到这儿 还真是令人傻傻看不清了 好吧 谁对谁错 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只希望夫仔 能够尽快解决这件事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如果终于爸爸 攻关天团出动之王大陆 和蒋敬夫一样 深陷解约风波的 还有前阵子靠着电影 《我的少女时代》 爆红的王大陆 这作为人怕出名 猪怕壮 入行七年的王大陆 在凑红后三个月 就是非不断 与经纪公司的解约事件 更是将其推向风口浪尖 其实我要离开 才自行公司 我会自己开公司啊 我会自己开公司啊 刚红就要解约 我是王大陆 你会不会也太心急了点 也难怪老东家 如此新会议了 这是第一次碰到 同了以后的解约 所以我自己也有点困扰 我一直把他们 当自己的小孩来对待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妈妈跟小孩 要谈分手的条件 我觉得那太伤感情了 虽说老东家同意解约 但这解约的代价 却是高达四千万新台币 好在王大陆 有个父母爸爸王台信 解约金啥的 也都不是事了 解约金其实就是 跟才姐也有沟通啊 然后其实一切都蛮顺利的 那其实工作也是 正常进行 再说起这位王爸爸 还真是财气冲天 除了为儿子付了高额赔偿金 还砸钱为儿子铺路 甚至点名李安为其拍电影 这样财大气粗的公关 还真是令小编开了眼界 那件事我其实不太清楚 那是我爸爸他们就谈的 那我也很希望 能跟你安导演合作 那是爸爸他的想法 那我也不太清楚 好一句云淡风轻的 不太清楚 小编只想说 要没这么个老爸 是否能和大导演李安 合作就真的是不太清楚了 明星闯到娱乐圈 面临危机 父母出面 搭把手的事并不少见 但这一情动人 毕竟治标不治本 因此小编在这也想说一句 明星的打造处处皆是学问 忽度心切的新爸们 除了鼎力相助之外 学会适时放手 也许呢 孩子们造得更好 乐阪天综合报道 并乐阪天 并乐阪大阁 并为动画电影配音 并且山寨没长松 黄子娇求明导给吸引 各位新灾人 大家好 日子台下节更精彩 并乐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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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条 比较有意思的是 对她对您 相声客的是 居然是她的白发 我跟你讲 讲这个白发 不是前段时间 还在说吗 说欣妮说 那个白发 是她自己染的 我当时我不笑 我说欣妮你太幽默了 你肯定是怕 别人觉得你老了 然后呢 那头本来 已经白的白发 你硬说是染的 这是我认为的 所以我就鼓鼓鼓 你这个想法 有点邪恶了 为什么 我倒是宁愿相信 欣妮是真的是染的白发 但是呢 她是为了她自己的 艺术气息长相 因为你知道吗 做导演都要有那种 成熟的 有一种艺术气息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染的也好 不管是自然白也好 就是对于新年 现在来说 是完全成功的 因为大家真的 一提到她 就会觉得说 她是一个大导演的范儿 那头白发 真是帅气 是同样对于 娱乐圈的明星来说 也要随时随地 做好大变身的准备哦 明星角色大变身 为动画电影配音 陈和变格王 昨天何佳欢 动画电影年兽大作战 在北京举行手艺里 当天为影片配音的 多位演员 一起出镇 发布会现场 头一刀为动画角色配音 雷扎音 无疑比谁都紧张 当天她就自爆 为了完成这个角色 硬生生地 干掉一瓶洋酒 要说这些演员当中 谁配音最轻松 那自然谁都没办法 跟靠声音吃饭的 电台主持人 曾小贤比了 不仅轻松搞定没压力 她配的动画角色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 我正好有一个 比较不好的习惯 我会打格 你这不是格王吗 有个称呼吗 你不就喜欢我打一个吗 我打个 不 你要带着 大鱼的角色来 口吻来 就当作者 陈和在台上 肆无忌惮 展示自己的独家绝活 没想到 稍后上台的 郭涛儿子石头 郭子瑞 就觉得 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小贝铭这年头 打格能当绝活啊 明星角色大变身 变身山寨梅长苏 黄子娇求明导给戏 什么什么梅长苏 现成台北的 希望胡歌 能够听到我们的呼唤 尤其今天 我也在这里 这个东西笑评 雷昂孙这个角色 相信他看了之后呢 一定会迫不及待的 想要来打掉我的假 原来是山寨版的呀 咱们娇哥主持 幽儿响演 拜托合作过 首映的名导们 给吸眼 在此我们就呼吁 所有曾经 被我主持过 首映的导演 是你们报恩的时候了 康永导演 或者是 李安导演 或者是 蔡平亮导演 我还有漏教室 还有什么导演 侯孝贤导演 来 兄妹 香港杜齐峰导演 叶伟信导演 想想过去 想想自己 想想未来 一人一党戏 舅舅黄思雕 贵不贵 蔡平平 娇哥 你是陷入事业危机了吗 乐饭店总和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 点心面娱乐 显微镜的好安 接着大冬题呢 就有机会 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 正确答案就是 陈妍夕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好事 好给力 布列海台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五亿 亲笔新闻的专辑 送给你们 是的 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就是 拿着这个斗篷的人 是谁呢 只要答案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的饭店的 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 好吃要给力 布列海台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还有今天我们送给大家 另听笔前面的专辑一张 是的 兄弟赶紧来摄取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了 明天再会